下午五點鐘 歡迎收看一電視整點新聞 大家午安 我是姚士翔 頭到焦點 我們要來關心 在高雄市林亞區 在今天清晨兩點左右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當街打架的鬥事件 有人抱在一起扭打 也有人拿起打揚店家的物品 當成武器 但有民眾目擊到 這樣子的過程 真的是嚇壞了 趕緊報警 在場大約八名年輕人 其實彼此都熟識 只是因為在飯局過後 喝了酒 結果雙方起了口角 就變樣子爆發 變成了全武航 深夜時間 高雄街頭大亂鬥 幾名男子在巷口扭打成一團 這起互毆就發生在凌晨兩點 先有兩台車開到青年路跟復興路口 等待另一台黑色轎車抵達 兩幫人馬將沒幾句話 黑衣服 王姓男子 先攻擊白衣的許姓男子 兩人當街大打出手 這時一旁的朋友 再有兩個人抄起了咖啡廳 放在門口的物品 跟著加入戰局 眼前的情況已經失控 剩下的人立刻圍上去 要勸開這些固欧人馬 穿白衣的穿黑衣 我要說一個去那邊 多拉筋拿著椅子 那敢喊我 就很大聲啊 好像有被揍還是什麼 警方貨報趕到現場時 雙方已經停止糾紛 在場的八個人 其實都是熟識的同事及朋友 當晚相約聚餐完 到這個路口繼續聊天 當下較為年輕的許姓男子 講了玩笑話 惹得王姓男子不滿 加上飲酒後 更加耐不住性子 直接一拳揮了過去 這八個人被問到事發經過 還想大事話想 甚至也不願意提告 不過經過調查 調閱監視影像 還原衝突的過程 在場出拳抄家戶的人 通通得依設違法送辦 最高才發一萬八千元 付出代價 接著吳光臻回覆 高校報導